要想枣豆的产量高 品种也要选得好 在江西吉安清远区 一块700多亩枣豆种植基地里 种植着由江西省农科院 联合华中农业大学 中国水稻所 共同培育出的水稻新品种 干军稻一号 即便面对雨水偏多的不利条件 依然实现了优质高产 46.2 44.6 47.5 食割产量558公斤 在减肥20%的情况下 干军稻一号实现了增产6%到9% 合作社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打个比方 其他的品种 如果是要100斤货肥 但是这个呢 它只要需要80斤 药素其他的要20斤 它这个产品只要需要15斤 相比来说 一某天就少了25斤的肥料 节约成本呢 大概在40块钱左右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